2023年7月3日,大天使迈克尔,集体扬升进入神圣意式第五维度领域,传导Rana Vasong,一者,扬升传导。 亲爱的大师们,在这个城市经验的时代,人类的扬升目标是将个体灵魂自我的所有剩余灵魂碎片整合到第三和第四维度中。 这将启动于你们的入门级灵性三位一体的虫具,这是你们的白火神种子原子的神圣面相,它正在第五维度的第一个子平面内等待着你们的回归。 这是人类本轮进化的主要目标。 请记住,所有创造,各个层面的全宇宙都是由从最高造物主的心核辐射出来的基督宇宙本质组成的。 这种神上能量由无限变化的振动频率组成。 这些振动频率被设计成以难以想象的多种方式相互作用。 它们被大量的白色火焰、记忆种子原子全息图案彼此分开。 造物主被激活,编程的光物质包含了未来每个全息神圣蓝图的所有造物成分。 这些无数的天体编程的光全息图构成了物质表现的许多层次的复杂性,用于描述造物的多个层次的术语,例如维度和紫维度,用于使所有造物存在的现实的非常复杂的本质变得清晰和理解。 我们将人类目前正在经历的扬生过程的阶段或水平定义为进化阶段。 首先,全人类必须在第三维度的最高振动场内平衡和协调它们的灵性、情感、身体和以太体,以便在意识中毕业或提升到第四维度的入门水平。 同样的通过仪式目前正在星际种子灵魂中进行,它们正准备毕业进入第五维度意识意识的入门级别。 许多在过去一百多年内投生的高级灵魂带着它们的第三和较低的第四维度灵魂碎片来到了这里。 这些碎片已经协调和整合,并且许多人带着它们较高的第四维度灵魂碎片的很大一部分进来了也集成了。 这些珍贵的灵魂是那些同意沉入第三第四维度密度幻象的人,这样它们就可以成为先锋。 引路人,它们将引领道路走上螺旋上升的道路,进入第五维度的入门级领域。 当这些勇敢的光知识者被举起时,地球和全人类也被举起。 一段伟大的放弃时期预示着第四人类领域的彻底转变,第四维度的七个子层次。 你们必须经历二元性和极性第四阶段的挑战和考验,这样你们才能回到最初设计的光与影之路。 这样做,你们将进入神圣三位一体的第五领域,这是第五维度现实的基础。 每个人的放弃过程根据他们从他或他的许多过去的生活经历中携带的负面振动模式的叠加而有所不同。 你们的目标是成为一个活生生的,有意识的整合的,灵魂注入的人,受灵魂启发的思想,寻求并传达受启发的智慧和和谐的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们将挖掘你们更高层次,直觉的本性,这将帮助你们发展更精致和更广泛的感知。 进化第四阶段的完成将导致灵魂和人格之间爱和更高智慧的融合。 是的,在物质容器中达到这种灵魂意识的灵性状态是可能的。 此时,许多星种灵魂已经接近完成这个目标了,这将在未来50年左右成为普遍现象,而人类的扬升将在本世纪加速。 这个独特的扬升阶段被设计为集体扬升,一群专门的灵魂一起来到这个子宇宙逐渐重新团聚。 你们进入极端二元性和极性的旅程已经完成,当你们开始回到更高的光和生命领域的惊人冒险时,你们再次聚集在一起,你们将了解到,为了成为自我主人,你们必须自主决定。 自我调节,有自我意识,灵魂意识,逐渐地,自我大师从更高的角度学会以观察者的身份对当前的世俗环境和平凡的生活经历做出反应。 你们将了解存在于世界中,但不属于世界的含义,灵魂的本质是爱,因此,你们将开始从你们的心灵魂中体验到丰富的快乐和光芒四射的爱。 你们仍然会经历个人和身体上的痛苦,然而,你们将拥有超越它的智慧和工具。 灵魂投生于身体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学习,而是为了学习,这是一种体验的愿望。 在其原始领域内,灵魂具有宇宙意识,灵魂假设有一个物理容器来体验物理性, 并且在存在状态中,它通过不同程度的物理大脑意识寻求实现和理解,注入灵魂的人格的主要目的是熟练地将它它可以体现并辐射到世界的神意识的最高频率带入物理平面。 这会带来启发和自我掌控,通过整合和同化的过程,灵魂自我慢慢地将其自身的所有碎片。 在第三维度和第四维度重新整合到物质容器中,从而创造出一个灵魂注入的人格,灵魂的意志和人类人格的意志必须融合,以便与下一个更高层次的上帝意识保持一致。 请记住,灵魂只是一个黯淡的反射,是这个子宇宙终其原始神种原子的一个方面。 灵魂的最终目标始终是最终返回到永无休止且不断发展的更高神圣意识状态。 当在物理容器中时,在这个太阳系内以及在这些转变时期,你们从物质性的回归之旅涉及体验和协调各种次维度的感知水平,或者被指定为意识意识的阶段, 这需要纠正和协调你们多年来创造的许多灵魂碎片中的各种消极的意识思想形式。 通过这样做,你们正在逐渐整合自己的这些宝贵的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这次扬生之旅中,你们已经整合了你们所创造的所有低频灵魂碎片。 你们现在正在通过你们的灵魂之星下在第四维度多个层次中灵魂意识的所有更高频率的方面。 一旦一个人开始觉醒并流心灵性的内在声音,超意识和灵魂就会和协调工作。 灵魂自我开始通过其记忆种子原子下在或辐射其灵性和情感智慧的仓库,进入个体的身体、情感、灵性和以太存在。 这些意识记忆细胞受到仔细监控,并被较准为不高于物理容器所能容纳的频率。 这些思想形态模式的光商会逐渐增加,当求道者在光之路上前进时,他们将包含更高频率的能量。 在渐进的阶段,灵魂和自我欲望身体各性会融合或有意识地融合,直到达到平衡点。 这被称为灵魂融合,探索者由此成为灵魂注入的人格。 第四维度可以被称为过度现实,因为这是人类开始放弃过去所有先决条件的地方。 第四维度领域本质上更加情绪化,因此,心和感觉本质开始成为主要焦点。 古人称之为玛雅王国或幻象。 人类的集体集体意识创造了物质领域意识的较低三个层次,即第四维度的星光层。 这是大多数人类灵性存在的地方,直到他们逐渐开始转向内心并聆听他们更高灵魂自我的推动。 自我欲望人格是这个领域的主要操纵者,它不断地促使人们通过感觉和获得来寻求更多的满足和幸福。 当一世的第四维度阶段几乎完成时,你们通过安塔卡拉娜与你们的神圣三位一体连接,这是来自你们的神种原子的光爱生命的直尖流。 那时,储存在脊柱底部跟脉轮内的记忆种子原子,逐渐开始通过力量光棒,沿着脊柱的路径螺旋上升,然后它锚定在神圣心灵中,这将激活松过体内另一个更高意识的记忆种子原子。 你们未来时代的新神圣蓝图,当你们进入第四维度的更高子层次时,你们将开始挖掘你们内在的力量潜力,物质和时间变得更加流动,因此更容易实现你们的愿望。 这就是为什么你们必须学会果断并以明确的意图集中你们的思想,训练有素的头脑将思想练以正确的顺序连接在一起。 对你们来说,了解分散的思想无利于你们的进步至关重要,活在当下是实现自我掌控的关键组成部分。 为了成功地穿越光明之路,需要灵性上的努力,渐渐地,当你们从本能的大脑心灵意识的领域进入宇宙知识流和你们的神圣心灵的领域时,你们对过去事件的记忆的很大一部分将开始消失。 自我大师的重要特征是专注的观察能力,以及思想、言语和行为的无害性。 作为道路上的求道者,越来越伟大的宇宙真理将会向你们揭示。 然而,你们应该意识到永恒智慧的次要原则将不断扩展,以将下一个存在层次的独特规则,法则和真理纳入意识中永无休止的扬声循环中。 重要的是,当你们决定你们的命运激情是什么,或者你们自我意识的下一步是什么时,不要逃避未完成的事情,而是留在当前的环境或情况中。 你们必须解决并协调均常中仍然存在的主要问题,手头的就是,换句话说,如果你们的家庭生活一片混乱,或者你们对工作场所或任何个人关系不满意, 那么在你们能够在外在世界表现出和谐与平衡之前,你们需要做一些内在的工作,进行盘点并努力发现从每种情况中可以吸取哪些教训,努力看到每个人最好的一面并有意识地调整态度, 与你们互动的每一个人,以及每天呈现给你们的对你们产生影响的每一种情况,都包含着值得学习的教训,阻碍每个人实现自我掌控并要求美丽,慷慨,欢,乐,和平与和谐,这是全人类与生俱来的神圣权力,的最大因素是恐惧,害怕失败,对未知的恐惧, 对成功的恐惧,以及对走出当前存在的舒适区的恐惧,我们之前说过,你们这一生的尘世契约已处于完成的最后阶段,这是用于地球上的每个灵魂,我们已经说过,神圣计划已经进入下一个阶段或水平,时间已经不多了,这意味着每个人都必须在阳生的螺旋上前进, 这也意味着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有机会赚血新的银河契约,这意味着脚本化你们的未来或你们的未来将由你们决定,而且它不会那么令人兴奋和充满潜力, 每个人都必须对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负责,对于每个人来说,了解自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我勇敢的光知识者们,在某种程度上,人类的集体意识已经更深地陷入了一种分离感,对暴力的恐惧以及对未来的焦虑, 然而,人类集体意识的另一种条纹正在变得占主导地位,因为这种条纹的力量日益成指数极增长,这种意识的覆盖层充满了无条件的爱,希望对全人类和平与和谐的渴望, 我们告诉你们,第二个意识带,神圣之光带,正在并将克服恐惧和分离的阴影,在所有造物面向回归更高意识的进化螺旋中,宇宙的进程不会被延迟或否认, 你们真正开始理解,当你们在个人神圣的旅程中达到越来越高的高度时,内在的渴望变得越来越强烈和引人注目, 在这次次宇宙之旅的一开始,我们彼此之间关系融洽且协调一致,我们一起慢慢但坚定地回到那种美丽的合一状态, 我是你们忠实的朋友和忠实的伴侣,我是大天使迈克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